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神经久长老今天非常的高兴 能够来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的经典 今天我们要继续研读这个圣经 要看,要使大家能够相信,能够信赖圣经是可靠的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个预言,一般的预言都实现了在历史方面 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回顾,看历史 实现了这个预言,那我们就有这个信心 有信心说将来一些预言还没有实现的 那也一定会实现的 所以是这样,在我们要开始之前 请大家来跟我祷告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来这边赞美你的名 赞美给你的荣耀 今天是我们感到主是一个很伟大的主,主是一个很有慈悲的心 主是很有这个能干,才干啊什么都比我们所想象的是更伟大 今天主呀,今天主呀,希望我们请你的那个属灵 请你的圣灵来跟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大家来研读这个圣经 能够看到这个历史,这个过去的历史 是那个预言的实现 所以我们也会相信,相信你的经文 我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更多更多的祝福 请你跟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 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 好,今天我又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快乐 因为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这个 研读圣经 使大家能够看到这个预言 所实现的一些很多很多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相信说这个经文是真的 好,请大家来看 研读圣经 圣经的预言是预测将来的事 这边当它实现了,我们也不得不相信 对不对,这个我们应该是有那种态度 当初的时候当然我们是还有好像还不放心 还有这个怀疑的这个预言是真的吗 可是我们看历史了,全部的预言都实现了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应该放心说将来还没有实现的预言 应该也会实现的 这边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29节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啊 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以信了 所以这个主耶稣所讲的 说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然后我就要跟你们讲讲 讲了,当看到事情成就了 你就会记得,会相信了 是这样 所以这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 我们大家应该把这个心地打开来 应该来听听这些的预言 来研究这些的预言 研究是真是假的 我们都看到说这些预言是有没有实现了 有没有成就了 这样就可以知道说这些预言是不是可以可靠的呢 好,请来看,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有强调啊 有强调这个丹于礼的预言 这马太福音24章第15节 说当你们看见先知啊 先知丹于礼 丹于礼所说的 那死刑毁灭 站在圣地 读着经的人要会议 这样 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 所讲这个 就是说 讲这个丹于礼所说的 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很明显的就说主耶稣也 也就说也 同意这个丹于礼所的预言 再看下去 这边说历史证明啊 这件预言的实现啊 就说历史证明啊 啊我们来看丹于礼 丹于礼这个第七章 第一到二十五节 说讲到这个巴比伦啊 巴比伦这个王叫做 啊 Belchassar 啊 这个元人 丹于礼在床 在床上 床上 做梦 脑中 看见异象 就记录在梦 述说其中的大义 但丹于礼说 我在夜间里 预像中观看 看啊 天上有四风啊 突然刮在大海之上 有四只巨兽 从海里上来 他们隔不相同 这个丹于礼是睡觉做梦了 看在梦里 就看到这些 这些是 这些是 现在今天 现在我们就要来 看看这个四只巨兽啊 但丹于礼所看到的 从海边那边 出来的 这样 好 再看下去 那 那 头一个像 狮子 就是 头一个像狮子 有鹰的翅膀 这个狮子 有鹰的翅膀 这个 啊 我正观看的时候 他的翅膀 被拔去 从地上 被扶起来 用两脚站立 像人一样 还给了他人的心 这个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首先 首先 我们说 狮子啊 狮子是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 兽 兽里面的王啊 狮子是 群兽的王 还有这个鹰呢 鹰 就是 群鸟 也可以说 是群鸟的王 所以这个 巴比伦那个时候啊 是最 钉峰了 他这个 很 富有啊 很 强啊 军事方面很强啊 从地中海那边一直打 打到这个 啊 东边 东部 打到这个 埃及这边过来 所以那个时候啊 两脚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现在不像过去那么强壮啊 巴比伦慢慢的衰弱 是像人一样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狮子要变成像人的话 啊 人的心 就意思是说 啊 他的那个 他的衰弱的时期 慢慢的 啊 改变了 从狮子 就变成 站立像人一样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来 啊 证明给大家看说 巴比伦啊 是 并不是一个 一个 那个 一个帝国 一个帝国就 永远永远的 会 强壮 还有 其他的 帝国 要 接着这个 巴比伦 好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看下去 看啊 另有一兽 如雄啊 现在我们看到 第一只兽就是 就是 像那个 像那个 狮子 第二只兽就是 像熊 就走 啊 就是 就是 就是第二兽 半生扯立 半生扯立 就是说 站了一边高 一边低 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帝国 这个帝国是 由两个 国家来 并合成一个帝国 就是说 叫做 Medo Perse 口里的牙齿中 有三根 疗牙 有人吩咐这兽说 起来 吞吃 许多的药 其后 我观看 看啊 另有一兽 如鲍 背上有四个鸟的翅膀 这兽有四个头 还给了它全饼 其后 我在日间的预想 就说 他看了 看了 这个兽啊 从海中里面 啊 出来的 那 第一 第一只兽 就是像狮子 第二只兽 就像 啊 豹 第二只兽 是像 雄 第三兽 就像 豹 这些每一只兽 就代表了 这个帝国 啊 就这个 这个意象 就像 第四个 第四个 就像 有四个鸟的翅膀 这个豹啊 这兽有四个头 啊 还有 就 我在日间的意象 就像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看下去说 啊 中观看 看啊 第四兽 可怕 可惧 既其强壮 扭大 铁牙 吞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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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t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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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颇 那第四只兽呢 没有说是什么名字啊 可是第四只兽是有点奇怪的 他说我这次想考的时候 看来其中又长出了一只小脚 这小脚是非常的重要的 首先是有十只脚 那十只脚 就有十只脚 这些脚都代表了这个帝国 那后来最重要的是这个小脚 因为这个小脚啊 他说什么 这有眼啊 这小脚啊 我们要注意这个小脚 小脚是有眼像人的眼 有口夸大的说话 夸口夸大是什么意思呢 夸大说这个帝国 这个帝国是要讲一些东西啊 好像是就是说不尊敬上帝啊 还有就就如果我们再看看过去说这些帝国是更加厉害 就是说要把时间都改过来来再看过去 我正观看的时候 有宝座啊 设立上面坐着 横骨常在着 这个叫做 这个这个 主耶稣基督上帝啊 上帝的宝座 上帝的宝座 这边又看到那个好像天堂那边 他的衣服 结白如雪 这个表示说 这个 主耶稣的衣服啊 头发如纯净的羊羊毛 宝座是否现 其轮为烈佛 有火如河涌出 从他面前流出来 侍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 吃力的有万万 他做着要行审判 案卷都展开了 解释意向 这个这个是就就描述 描述这个天国的这个 这个殿里面 上帝这个殿里面 这个情形 还有提到这个什么 案卷都展开了 这些都要做审判 审判的这个我们知道说 在天国是有一本书 叫做生命书啊 这个生命书就记载了 每一个人的作为 每一个人的作为 就为了证明 大家在审判的时候 公公道道的 按照他们的作为 在这个本书就会在这个本书里面 查到他的历史的作为 好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这边 于走我观看 因这用说 垮大 垮大的比我正观看的时候 那兽被杀 身体被毁 扔在火中 焚烧 其余的兽 全柄都被剁去 生命却得以严肃 直到锁定的时候 和日期 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 看啊 有一位像人子的 像人子 驾着天上的云而来 被领到 很古常在者面前 这也表 也描述了 主耶稣的情况 好 再看下去 那在他得了权柄 就荣耀国土 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 都侍奉他 这表示说 主耶稣的国度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他的国度 必不败坏 至于我一旦雨里 我的灵 在我里面 忧伤 我脑中的意象 使我 惊慌啊 他看到这个意象 在梦里面看到 就觉得不太安心 好 再看下去 我走进其中一位 势力者 问他 问他这一切的事情 他就告诉我 使我知道 这事的解释 这四只巨兽 就是将要在世上 兴起的四个王 四个帝国 然而 至高者的 众胜者 这是上帝的 必要得到这国度 到最后 意思是说 最后是上帝的国度来建立了 并且拥有他直到永远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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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到最后 这个上帝的这个国度来建立了 这个四只兽啊 就代表四个帝国 那每一个帝国都有他们的期限 可是到最后呢 这个上帝的国度来到了 就在这边建立了永远永远远的帝国 是就好像那个 就说来跟那个丹羽里第二章相比 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事情 在丹羽里第二章是讲到一个大象 一个大象 说这个 Nabukhanesha这个巴比伦的国王 他梦 这个是我跟大家讲的 是丹羽里第二章的 说这个巴比伦的国王 这个Nabukhanesha在梦中 梦中了他惊喜之后 他说哎想不起来了 他都忘了他梦了什么 那他就要给他的用源 去找完那个凡是有智慧的 什么最有智慧的国家里面的 把他们都找过来 找过来跟他们讲说 大家要要告诉我说我是梦了什么 然后也要要给我解释说 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 可是他们的这些帝国的用源 都没有办法来告诉他说他梦了什么 他们都是没有办法的 他们都一直向国王求求说 你如果能告诉我们的梦 我们就可以给你解释梦中的意思 可是呢我们是没办法告诉你 说你梦的是什么 那后来丹鱼里丹鱼里就祷告祈求上帝给他知道 所以上帝就给丹鱼里知道了 说这个Nabukhanesha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在梦里梦到什么 丹鱼里就告诉国王 国王说对了对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丹鱼里说意思说你这个帝国虽然是很富有啊 虽然是很强壮啊 你从这个地中海一直打到埃及那边去 虽然是非常的强壮 可是呢你这个帝国会被另外一个帝国来代替的 所以这个Nabukhanesha这个国王 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就不相信啊 他一直相信说他这个帝国是会永远远的存在的 因为按照他这个那么富有 因为按照他那个军事方面那么强 那怎么会说他这个帝国会被另外一个帝国来代替呢 他就不相信 可是呢这这这这 这丹鱼里所梦到的从第二章和第七章 当然所梦到的啊意象是有不同 可是意思都含意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那第二章是梦到这个巨像 这个大巨像这个头部是是金的 胸部是银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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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部的是 啊是什么那个铜那在下面是铁 那这个在第七章是梦到四只兽 四只兽每一只兽就是一个国王一个国度 那一只另外一只就代替代替就这样到最后 就说看到这只兽啊这只兽是有十十个十只脚 可是呢最后有一只脚是最小的 可是这小脚是非常的重要 小脚是有人有眼睛像人一样 还有一张嘴巴是夸大的 夸大就啊这样我们在历史上啊学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观察看 哪一个教哪一个宗教是夸大 是看这个把自己啊啊抬得高高的啊 还有就改了这个啊上帝的这个这个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啊那个世界把它都把这个上帝的世界都改了 所以这个把那个时间都改了 把这个崇拜时间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世界里面第四第四条就说要啊啊啊 别忘记了啊啊 要敬拜上帝这个啊啊 这个第七天第七天这个星期六啊 是那个是上帝要跟大家同在的这一天 这一天是非常重要的叫做安息日 可是呢我们来观看观看这个世界里面 有哪一个宗教是反抗这个安息日 把这个安息日从礼拜六改做礼拜天 我们来观察观察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说这个意象里面是都实现了 说这么一个人 这是谁呢 要改变这个这个时间 还有要夸大 把自己都 啊 抬起来 好你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说这个于是我想要清楚啊 想要更清楚 知道第四寿的实情 别忘了第四寿就是罗马的帝国 他与一切的寿不同 甚至可怕有铁牙铜爪 就罗马的时代是那个充满了铁 就是铁这个代表罗马时代 所以这些描述是描述罗马的帝国 吞吃脚水剩下的用脚 他站他头上有十只脚 和那另长出的一脚 大家要特别的关注这个长出的一脚 三只脚在这脚面前掉落 这脚有眼啊 有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形状比他的同类更强啊 所以这个脚 这个小脚啊 非常的重要 但我们要全不全注的来关注这个小脚 小脚说会夸大 讲口说夸大的话 也很更强就说 就这样 好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就说 我观看这脚与众圣者争战了 与众圣者争战了 就说看哪一个帝国跟这个基督教来争战呢 就圣了他们就把这个基督教啊 都知道很古常在者 来到为至高者的众圣者 众圣者得到国度的时候 就到了那时里 这样说 第四寿就是世上要兴起的第四国 要兴起与其他各国不同 他要并吞全地啊 并且占他交税啊 就要并吞全地 这个罗马帝国 这个罗马教啊 这个天主教啊 这个要并吞全地啊 大家要注意看看 这个都实现了这个预言啊 说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教室啊 这个领导者啊 这个夸大 好再看下去 这个至于那十只脚 就是从国中兴起的十个王 后来又兴起了一个王 与先前的不相同 他要制服三个王 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再看下去 那他说话 抵挡制高者 谁这是制高者呢 就是上帝啊 抵挡啊 抵挡制高者 折磨制高者 众胜者 折磨就 就把那些基督教 都所信基督的 都折磨了 都 又改变 节旗 和 律法 众胜者要交在 他手中一年 两年 又半年 就三年半 就是主耶稣基督 被 定在十字架上 定在十字架上 他是年岁 是三十一岁 所有掌权都必 侍奉他 顺从他 这个 暂时就说 在这个罗马帝国 的 权威之下 就 就 就 抵挡啊 折磨啊 这个基督教徒啊 这个又改变 节旗 改变 节旗 和 立法 立法 就说 立法就是 十戒 十戒 他这个 第四 第四戒 第四 第四条 是说 那个 要敬拜上帝 是安息日 安息日 是 第七天 第七天 就是 周六 那他 改变了 从这个 敬拜上帝 周六就改到 这个 周日 从 星期六 改成 星期日 所以 你们就可以 看到说 很多 那个 教会 敬拜上帝 在 星期日 就是 从 这一条 来 改变 这个 所以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边说 所有掌权的都必须奉他 顺从他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这边 罗马 这个天主教啊 都是那个 他的领导者啊 都要 要 制服 这个世界 那个 所以这个 我们 这个 我们这个 安息日 教会 是 清清楚楚的 我们按照 这个 圣经 世界的 的 的 律法 来 遵行 可是呢 这一个 小脚啊 有 有 那个 有眼睛啊 这个脚有眼睛 像人的眼睛 嘴巴 夸大 那我们来 观察一下 说 在这个世界上 有谁 是 合乎 这条件呢 当然就是 罗马 教的 这个 天主教的 这个 教王 天主教的 教王 把自己 把自己 挤得高高 他们 认为 他们 可以 宽恕 给 这个 罪 罪 罪人啊 我们 所 相信的 就是 只有 上帝 主耶稣 才能 宽恕 其他的 其他的 都是 普普通通的人 都不能 宽恕 这个 罪恶啊 所以 这个 很明显的 这个 罗马 天主教 的 这个 教王啊 他们 是 夸大了 他们 是 那个 把自己 的 职位 抬到 高 高 跟 这个 上帝 的 职位 同样的 所以 希望 大家 能够 了解 我们 今天 跟大家 研读的 就到此为止 下去 再 跟大家 研读 这个 圣经 希望 大家 能够 得到 更多的 常识 也 得到 更多的 信仰 就说 所预言的 都会 实现的 好 就到此为止 希望 跟大家 再会 请大家 来 做 祷告 主耶稣 基督 非常的 感谢你 感谢你 把这些 这些 知识 知识 把这些 预言 都给我们 展开 来看 给我们 来 研读 使我们 能够 相信 这个预言 能够实现的 一定是实现的 那将来的 预言 也会 实现 成就的 希望 大家 能够 得到 更多的 祝福 将 奉主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